新北市民间团体发挥爱心 合力捐赠新台币68万元 以及实用物资给新北市设立的安心歇脚停 提供弱势儿少受报妇女中途照顾之用 关怀弱势儿童少年新北市家具商业同业工会 与新和工艺协会原道观音庙 以及张料减宗亲会等单位 共同捐赠新台币68万元 与八台热水汽及家具给新北市社会局 14号上午由新北市长助立伦代表接受 并回赠感谢状 这四大协会工会跟我们基金会 大家一起来合作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大家向家具工会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些社会住宅所需要的家具 那当然也有电器也有相关的设备 大家愿意出钱出力 我们非常谢谢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让我们的爱心 能够延伸到最需要被帮助的人 新北市社会局新成立的社福机构 安心歇脚停 是使用建商回馈的社会住宅 提供受保护的儿童及少年 类家庭的照顾服务 走创一个类家庭的这样一个服务模式 那么来提供给我们的儿少 或者是在配护所居住一段时间之后 他自己想要自己独立居住 或者是重新开创生活的这些受保护女朋友 希望他们可以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面 做好所有的未来的一些就业准备 或者是生活准备的一些相关性的工作 那么给他们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民间团体合力做公益 将小爱化成大爱 让爱心与关怀 传递到新北市有效帮助的儿少身上 记者沈仲戴华新北市采访报道